诸董 我看可在此处扎寨 好 传令 此处扎寨 诸葛亮下来战书 约我等明日决战 如何对敌 都督 诸葛亮连战我几座城池 士气阵望 明日决战 正好挫败蜀兵锐气 都督可严整队伍 大战惊奇 以壮军威 明日在两军阵前 老夫只需一席话语 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 蜀兵不战自退 诸葛亮何等让人 靠阵前术语岂能退敌 郭将军不信明日可在阵前观战 到时便可自见分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者可是诸葛孔明 正是 久闻公至大明 今日有幸相会 公既知天命 识时务 为何要兴无名之事 犯我将界 我奉双讨讨贼 何谓之无名 天数有变 神器更益 而归有德之人 此乃自然之礼 操贼 曹贼灿汉 霸占中原 何称有德之人 嗯 自环帝 灵帝以来 黄金猖獗 天下纷争 射设 射计雷 雷暖之威 生灵有道玄之急 我太祖五皇帝 扫清六合 席卷八荒 万幸请信 四方养得 此非以权势取之 实乃天命所归也 我士祖文皇帝 神闻圣武 继承大统 应天何人 法谣善顺 楚中国 以致万邦 这 岂非天心人一呼 金弓 允大财 报大器 自逼管仲月异 何乃强要逆天理 被人情而行事 岂不闻古人云 顺天者唱 逆天者亡 金我大魏 代价百万 梁将千元 梁儿等浮草之荧光 如何比得上天空之浩月 你若 岛哥谢家以礼来想 仍不失封侯之位 国安民乐 岂不美哉 我原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 来到阵前面对两军将士必有高论 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 国有一言 请诸位静听 昔日环帝 环帝临帝之时 汉筒衰落 宦官酿货 国乱碎凶 四方饶嚷 黄金之后 董卓李爵郭四等接踵而起 劫持汉帝残暴生灵 因至庙堂之上秀木为官 殿壁之间禽兽石鹿 以至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潮 奴言逼夕之土纷纷秉政 以至是社稷变为秋须 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至此国难之际 王司徒又有何作为 王司徒之身平 我素有所知 你侍居东海之兵 初举孝莲入室 理当匡君辅国 安瀚兴流 何须反驻逆贼 同谋篡位 罪恶深重 天地不容 你 诸葛村父 你敢 住口 无耻老贼 岂不知天下之人 皆愿生蛋你肉 安敢在此饶舌 今姓天意不绝严汉 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 我今奉四军之旨 兴师讨贼 你既为铲鱼之臣 只可浅身所守 苟图一时 怎敢在我军面前 妄成天寿 我 好手匹夫 苍然老贼 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 居时 有何妙去见汉朝 二十四代先帝 我 我 我 二臣贼子 你网活七十有六 一身胃力寸功只会摇唇骨折 铸草为虐 一条断脊之前 我 还敢在我军阵前 阴阴狂吠 我 从未见过有如此 浩颜无耻之恩 你 你 王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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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司徒